那这个塑状当中提到的这个儿子呢 就是这个孩子是与他父亲共同生活 他的儿子已经成年了 为什么他的养老 包括后来的一些问题嘱托 没有对他的亲生儿子去进行 而对您这样的一个外人来进行嘱托呢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估计一般人可能会问 因为你看他那有两份遗嘱 他的遗嘱写的内容就是 房产已处理完毕 然后他的什么首饰什么之类的 是给他未来的儿媳妇 那也就是当时啊 他卖这个房子的时候 是没有跟他儿子来交代的对吗 是吧 也就是他检查出癌症之后 并没有把他的这个身体状况 以及未来谁来照顾他 跟他儿子连接在一起 而是托付给您了 是这意思吧 他儿子知道他不得病了 而且他每次的手术 必须得是家属签字的 那为什么他儿子没有照顾他 而是你们来照顾他呢 他儿子没有接他 他儿子有单独的住房 我不知道他儿子 为什么没有给他接走 所以这一点他也很伤心 是 这就是我要问的 也是大家都想了解的 对吧 他有儿子 有家人 有自己的血脉 为什么没有把他的 未来的这段时光 跟他的儿子连接在一起 而是跟您连接在一起 那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说是世交吧 20岁左右参加工作 一直到退休 我们都在一起的 明白 而且我们双方 就是我包括和这个孩子的父亲 我爱人 我们四个人 曾经都是同事 关系非常好 这个孩子可以说和我们家孩子 小时一块去玩 一块去 我们共同 就是孩子他们的都是共同长大 明白 我们两家关系走得非常近 看病什么的 都是我们带着他去 毕竟是 那他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吗 有 有一哥哥 他为什么没有求助哥哥呢 我不好在这说 真的是有意思 可以 你可以这么回答我 为什么我要问 因为老百姓 他们一定会有这个想法 就这些疑问 那么您今天不便于说 我就能猜测得到 也就是说 其实这位女士 跟她的亲生儿子 以及她的亲哥哥之间 可能当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有办法非常亲近 所以她把她的身后事 对您这样一个交往了半辈子的 至交 好友 甚至是情同姐妹 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吧 做了交代 可以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 大屏幕看一下 这两份遗嘱 分别是什么内容 这位是写给您的是吗 写给我爱人 写给您爱人的 对 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让我圆满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 今后要保重身体 祝全家平安快乐 如意吉祥 我的工资积蓄在存折里 连同抚恤金 由儿子继承 我的私人物品 屋内的家具家电等一切物品 由您爱人继承并全权处置 我名下的房产 我生前已处置完毕 这是写给他儿子的是吗 对 好孩子 要快乐幸福地走完你的人生之路 我的后世从简 然后写的是相同的内容 对遗产和遗物的处置 要按我的遗嘱办理 一 我名下的房产 我生前已处置完毕 二 工资积蓄 由儿子继承 从我得知肿瘤到死 就是您爱人 赵先生放弃工作 全身心地照顾我 这其中的担惊节律 惊心动魄 劳心劳力 为我分析病情 树立信心 选医院看专家 搜集捕捉 当今最先进的诊疗方法等 让我无以复加 故此我的私人物品 屋内的家具家电等一切物品 由赵先生继承 现在儿子已经把你们告上法庭了 是两套房子都告了 还是告了其中的一套 告了其中的一套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两套一起告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他没有两套一起走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情理 下面进入我们的 律师调查环节